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看到标题都知道了 那很多观众都在问我说 Venture那个万家的笔到底是怎么购买的 那首先我本身人不在国内 那我照样用我平常的方法给你们介绍一下先 好那我们直入正题 首先呢浏览器上面搜索引擎嘛 你们是用百度用谷歌的话 我我不确定百度行不行啊 我看一下百度 通常是这样子 比如说Venture我试一下百度能不能搜索 好像是不太行的也没关系 我通常是这样子谷歌Venture 然后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了 然后上面这里你们能看到的这个网站 网站的话是这样子 那反正你们记一下 好那这里的话有一个那个5% discount的 那这个其实呃我没用过 我通常是这样子的 我是等他那个呃平常就是他什么festival 就是下夏季节还有那个Christmas 就那个圣诞节他都有那个折扣的 现在可能没有显示 他会像哪一个这样子啊 我看一下像这个 那米苏 那平常你会看到他会像10% discount 反正晚上的都会有 然后我找一下啊现在都没了取消了 前几天还有的他会在一个就是小角落或者就说在他的Facebook上面你都能看到 就是一个5%的一个discount 然后他本身接受的那个付款方式的话就是啊不好意思啊啊这呃他比是很多 下面这里Apple Pay 那这里就是你必须要有其中一种的一个付款方式 PayPal他要给10% 那你有Visa那肯定是最好的 国内那张是比较方便的 Visa加营兰它是可以一张卡用 别的地方的话都要分开 那如果你有Apple Pay 还有那个Google Pay 那就最简单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 那买笔的话是这样子 我们先回到上面那边去 那通常搜索的话呢 这里是他的一个搜索的一个分 就呃一个清单 呃一个列表 你看你喜欢是哪一种 那我做过的基本我通常是这样子 Fountain Pen 钢笔 啊他没有中文版的那基本上这个没办法 右上角这里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的一个货币 那我通常是HKD 那你要的你可以选线外人民币 那在这里的时候比如我选了一个Fountain Pen 呃那这里就会所有的钢笔 那其实我自己的话这边会在这边Collection这边Gym Pen 因为我通常我比较喜欢是这个系列 他的Glass Pen我个人认为太贵了 所以我一直没有买回来说做评测什么的 那像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呃 呃随便选上一个呢比如说True Ebony 那这个是那个印象胶 那印象胶的话呃那你看这卖完了他会说 那如果我有兴趣的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点一下这支笔 直接点他那个图片 点完以后吧然后你会看到一直刷刷很多的一个图片 刷完以后吧到最底下就是这里了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首先Pen你不用选 因为你已经选了那个图片了那像Collection这些的 比如说他的新出的笔什么Seven Treasure等等的 那玻璃间这些是那你要选这你系列这个 我没办法一个个讲你你选一根就是你要的系列 或者你可以从一个呃不同类型的笔去选择 这个是他的一个介绍就是介绍他这个品牌跟工艺师等等的一些啊 那个合作就是像那个合作方式这些是他的一些配件 就是那个墨水那这里全英文的那一个个翻译是没办法了 因为视频的长度是有限的然后再下来了这里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最简单的一些 specification就是一些的规格这些的都不用去看了 packing上那他这里都很清楚尺寸然后他这个包装等等的像那个有一个什么是千玉吗 还是那个国产最近出的一个干比的话他那个包装就跟这个就非常像了 然后再下来shipping这个的话就是他是这样子啊每个地那基本上看我视频的不是欧洲的就是亚洲的那你们可以去看那 那只要你买东西超过500他就是free那这个500的话我没记错他应该是应该是跟着换算的吧我换下usd了 如果我直接现在换usd看一下就知道shipping呃shipping shipping 啊对对对你看shipping那就直接会换了那基本上他这个网站是非常的人性的呃你们提前呢需要在那个左上角这边这个小人这里然后注册一下你们的一个账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你们也可以直接去那个看一下啊 啊不是our story他在这里他是有一个最底下的呃最底下的一个地方啊contact us在下面这里 那这里还有别的那你们可以自己去看那你们可以发一个邮邮箱邮箱的话是这个email你们可以直接发邮箱过去问但是呃我通常发是发英文的那中文的说实话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这样子 他反正基本上东西都是日本那边寄出来的那我们回到来选购这边选购这边这样子那这个free那standard就是说正常的一个塑胶数字 这类的一个材料呃他有一个硬降胶的一个笔舌那基本上反正加钱的话就是加加50块吧50块的港币你们到时候自己在右上角那边点选你们自己的货币吧 然后一个roll stopper就是那个呃笔夹那roll stopper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roll stopper我翻了一下呃在我选了一只就gimpand的但是是一个生气的笔 我随便选了一个色在这里能显示到他网站有时候没有更新上那我们在这里roll stopper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那这里的话我就不放大看了他跟那个这边的一个名字他是对对应的roll stopper你看一个leaf然后在这里应该是指的是这个leaf这边那你们能看得到 好那再下来了一个roll stopper选择完以后然后选择你们要的一个呃笔舌那基本上就ok了像其他的一些配件的话他不是每一只笔都有像这里的话他应该是还有一个选择叫那个配件的那个 啊这里好像没有我自己啊这里啊这里的话那个啊这里是啊还有一个nipnipmaterial那钢尖然后一个是2tones就双色尖然后18k的一个金尖那130 那你会看到淘宝卖这个金尖的价格跟这个差上面那个差差了10倍那反正他这个价格还挺好的那基本上就是jorro的一个笔尖然后呢再加他自己的一个这个logo 那这时候呢你们买的时候直接就是一个就要的东西其实就选完了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配件他有些的他可以直接就是 是选那个pnproll就pncase等等的这些一些通常是这个就是一个笔托那你在这里也可以去选购他有些笔套直接就是在这里给你选那你可以不选也没有问题那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啊你 这个nip size你们就自己选吧反正jobo的一个笔件还是挺ok的那基本上这里选完以后吧然后你点那个checkout 那就ok了那提前我这个已经登录账号了那你们到时候就自己申请完一点然后这一checkout就可以了到后面呢你们会找发会他会给你一封这样子的邮件那这个是我的邮箱啊那一个你看到呃这里呃 fence for for your application就是说他已经收到你的订单了然后这时候你checkout以后你收到完这个你只需要等等然后就比如说我一开始买的时候是有一支这个的一支笔嘛 然后呢这之后你会发现他会给你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邮件就说给你查那个shipping的一个啊status就是运输的一个状况 然后很贴心的他发邮件然后你点这个here你就知道你当前的那个东西的一个呃状况了就你到你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会到这样子反正非常贴心那买万家的笔也非常简单其实就这样子就ok了 像别的这个辣民属的话他刚好没有那个今天没有打折我前几天买了一支这个海天里有他还有打折然后现在没有那没办法给你们展示像这个的话也就只要你知道了国外的这些网站他基本上都是走这样一个流程 只是这个他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账号你看他没有申请账号他就直接你在他官网下订单然后他给你回邮件国外是非常非常需要邮件的 然后付款方式他就都是一样都是这些所以呢基本上同样的一个方法那整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有什么要留言的吗就问题你给我留言一下或者就说有什么我漏讲了吗麻烦麻烦帮众帮我补充一下好视频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